台东县政府为了协助销售凤梨世家特别吸手统一超商 推出了线上预购凤梨世家礼盒 季节限定的旗程等台东优质产品 月底前消费预购可以抽台东热气球自由飞空中游览券 注数券还有凤梨世家 现场饶庆林表示透过与全台最大零售通路的合作 要带动凤梨世家的买气 李部长统一超商的李部长 现场饶庆林及统一超商的代表 一一贴上手上的拼图 象征双方携手合作 启动凤梨世家的预购活动 是的来 尽情的捕捉 三二一 我们是这样从三年前开始销售 因为疫情因为某种因素 我们常常在这个逆风的这种乱流之中 不过在这个逆风的乱流之中 我们不断的训练我们的肌肉 我们有很多的厂商 跟我们去做一些相关的美合 这三年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厂商 那在今天我们三位的人 跟我们做了相关的合作 非常的高兴 由于凤梨世家外销仍然困难重重 台东县政府持续全力在国内市场进行推广 今年特别携手全台超过6500家门市的统一超商 推出线上预购凤梨世家等台东农产品 消费订购即可抽热气球自由飞等多项好礼 凤梨世家是台东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 那过去呢 我们都是外销为主 而且通常外销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那现在呢 我们从外销来转到在国内的内销市场 这几年我们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那么非常开心在今年 我们能够跟全台湾最大的通商 也就是7-11 全台湾有6500家门市 能够跟我们来一起合作推销凤梨世家 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兴奋振奋的事情 而我们也累积了几年的经验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外销跟内销的包装就完全不一样 外销是10公斤装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最节省经费的方式把它运出去 但内销绝对不是10公斤一个小家庭 大概吃到吧 这个 大概用鞭豆吧 因为它们世界要非常的香甜 吃到鞭豆都没得到 所以内销的市场呢 反而是要小包装 而且是要在分级的制度上 还是一个非常特殊 不是外销的特殊 所以 我们也非常感谢 过去这几年我们累积的经验 那我们今年能够用非常成熟的态度 有时候跟全台湾最大的通股厂商7-11合作 其实也是在考验我们先生府跟农友的快速的出货能力 姚庆林期待 藉由双方的合作 能够扩大国内市场的买气 让农民可以安心工作 不用担心销售的问题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